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癸害己丑己位庚子任务 这个八字 他是我客人 他要求我要帮他批 就是做一个视频 好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他我们看他的一个天干 有没有看到 他是一个应运跟食伤 并存的一个现象 地支就是水克火 官杀受伤 所以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八字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这个在职场工作上 一定会非常非常不顺 因为这一种来讲的话 他是一种属于怎样 他是那种专业人士的 专业人士技术人员的 或者是销售人员 他因为跟官 他出现不一样的一个 就是说客观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在就业的一个状况上 一定会不是很顺 时常会跟主管吵架 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进入这一个运程 也就是说银卯大运 银卯大运的时候 他原本是食伤型的这一种八字 但是这时候就会变成水生墓 我们看到水生墓 水生墓的一种现象 当然 所以他在这一个状况里面 他就 我就说你这一柱大运来讲 跟前一柱大运来说 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开始赚钱 之前的话 工作上不是很稳定 不是很稳定 然后 可是进入了这一柱 这2014的那一柱的时候 他就创业了 在创业的期间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连续三年会碰到 跟财运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丙申年 丁酉年 戊虚年 来讲的话是 这两年来说 真的是财运不好 这一年来说是比他前面两年好 但是毕竟来讲 财运还是不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要等到明年 他才会 才会过 他才会回复到正常 所以你要 就是说他的财运要明年开始 才会回复正常 当然 他在这个运程 他下一个运程 就是2024的假影年 一样也是 都是木 可是各位 他这个木完全就不行了 为什么 第一个甲己合 天干没有财 地支隐害合 也没有财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你不要很多人以为同样的五行进来 他以前怎样 后面的五行再进来 就会怎样 不是 他的财运绝对 这一柱的财运就绝对比这一柱要差 这时候他就会回归到什么 他就会回归到 以食伤赚钱的这一种模式 就已经没有财运了 就是以食伤赚钱的这一种模式 食伤跟财 虽然他都是赚钱的两个食神 但是他们是有不一样的特点 所谓的财 就是人家会主动 就是说同样是财的话 人家就拿100万来跟你买 就直接送你的意思 但是食伤是你要自己靠你的本领去赚100万 哪一个比较辛苦 当然是食伤 食伤虽然专业 但是他辛苦 所以有些八字 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人他只是他的财运很好 可是你问他怎么做 他跟你说我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随便做就这样 可是有些人是很专业 可是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没有像这一些财运好的那样子 所以说在八字里面 当然跟钱有关的两个食神 就是财跟食伤 当然是财比较好 食伤要凭努力去赚钱 所以当他进入下一个假影的时候 其实这一柱大运来讲就绝对比乙卯差 绝对比乙卯差 因为不管怎样 全部都消失的一个情况 他恢复到用食伤赚钱的特质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原本有两个食伤 结果卖一盒以后又剩下一个 所以说他这边会变成很困难的去经营 他会变成很困难的去经营 但是他必须在乙卯这个大运去打一个底 他要去打一个底 也就是说他假如能够在这个乙卯 他的层次很高的话 到甲银的时候 或许已经没有在像乙卯的发展这么好 但是他会维持一个小小的起伏而已 他会维持一个小小的一个起伏 再来就是魁丑 魁丑大运的时候 只丑一合 他的一个财运 他的一个食伤也是很弱 也是很弱 所以说其实这两柱大运 对于他的财并不是很好 这两柱对于他的财并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说我 因为他已经创业了 他毕竟来讲到甲银年 他有 是在2024年 也就是说还是有几年的一个时间 好不容易他已经撑过这个三年不好的 他接下来都是他的一个财运好 那就去拼 把那个利基点打出来 然后进入这衰运的时候 就是守城 就去守城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八字 我们有发现到 是不是这个官一直都怎样 很不好 所以当事人他当然就有问我哥 就是说孩子 他想要孩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一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说要孩子的这个情况 很难很难 因为你看这个五火要复火 除了一个 可能羊五味一合 比较有可能 五味一合比较有可能 不然就是马年 这两个羊跟马年 比较有机会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 那你也知道羊年跟马年才刚过去没多久 还刚过去没多久 所以其实在这个运程里面 几乎真的很难 很难有机会 除非再来一个龙 龙年 龙年 你不要说只丑合 只丑合 无畏 跟着合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的一个 说要生育的这一部分 真的并不是很强 说真的 这几个都是靠合的 而且 所以说都没有说很好的一个状况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真的是不容易怀孕 但是这个就是拼看看而已 就是一个 最起码他是有一点机会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在一个八字里面 在一个八字里面 他有他的强项 但是他也有他的一个弱项 他也有他的一个弱项 像来讲的话 这个八字的一个弱项就是在冠运 那我说过了 男生的冠运除了工作以外 他也代表的是孩子 他也代表的是孩子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 当事人会问我 这一个问题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因为官杀不好 所以我就跟他讲就是说 你自己也要知道说 你在经商的时候 官杀他代表的是民生 也就是说 时常有人会讲你坏话 我简单讲 讲就讲 给他讲 给他讲 他你的坏话 你钱照赚 这样就行了 反正讲你坏话 也不会等一下少一块肉 就是跟我一样 对不对 事常有人会教我坏话 就给他讲 所以说他的一个八字 就有这一种特点 这一个八字就有这种特点 然后他真正要努力 是在这一柱大运 后两柱大运 确实就已经没有在像现在这样子 所以说后两柱大运反而要以守 他是要防守 就变成是说 他的这一柱大运 打的底有多扎实 这一柱大运打的底有多扎实而定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好 假设就是说 他已经进入的是一个经商人 你不可能叫他收 对不对 你说你后面他20年很差 干嘛 问题 他现在还2024 现在还有几年 对不对 还有5年到6年的一个时间 他收定拼 他只要能掌握这5到6年的一个时间 收定他人生的一个最大成就就在这里 然后 接下来就是要跟他讲 要守 要守 不要再拼了 这时候要守 要守 不要再拼了 甚至 收定赚了一大笔钱 这一笔钱可以供他 怎样 收定 养活一辈子的时候 这两柱大运基本上 能够把生意收了就收了 对不对 能收了就收 那时 可是这个要看到 怎样 他那时候的情况而定 我们毕竟来讲 这个都是未来的事 都是未来的事 所以说我们先以最近这几年的一个状况 他有运 他就先冲 然后冲完了到这边的时候 再去看看说 他的现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各位 八字只是时间的影响 还有空间的影响 风水的影响 对不对 他假如那时候还算不错 只是说没有再像这时候那么好 当然继续经营 那假如是突然说一年真的是不行了 那就想办法把这个生意收掉 去断尾求生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八字来讲 这是我客人 然后他要求我帮他做 那我会跟他 他也知道了 他其实这后面真的没有运了 都辛苦赚钱了 可是这时候有运就跟他拼 有运就要好好的去努力 有运就要好好的去努力 把握现在 把握现在 毕竟你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 你不可能说变就变 那就好好的在这个位置上去努力充斥 都已经创业了 就说一定创业 各位来讲的话 他可能两三年赚的钱 可能就是我们一辈子赚的 都有可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